观众朋友好 欢迎来到财经会员节目 今天的财经新闻我们将会说到以下的内容 中共外交部在20日的记者会上强调斗争精神 并对习近平隔功颂德 被外国记者痛批是荒谬至极 中国的计划经济又重新回来了 湖北省重建了1300多个供销社 英国首相特拉斯辞职了 他为什么要辞职呢? 继任者又会是谁呢? 我们请专家来解答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再创新低 跌破了7.27 美联储发布的经济鹤皮书显示 企业对前景悲观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吧 中共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政策 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 而中国外交部在20日的记者会上 却强调将依据习近平的外交思想 继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并且在回答每个记者提问时 都要对习近平歌功颂德 被外国记者痛批是脱离现实荒谬至极 中共20日在20大新闻中心召开了所谓的记者会 聚焦外交政策 党媒环境时报的记者提问 中国外交是如何体现斗争精神的 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声称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是中国外交的鲜明特点 将继续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 而与此同时 英国外交部表示正继续调查中共领馆人员 殴打抗议者事件 并且不排除将涉事外交官驱逐出境 上周日中共驻曼彻斯特的总领事馆人员 将一名示威者拉进领馆大院内殴打 受到全球的瞩目 中领馆的总领事郑希元 周三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采访时 承认扯人头发 并称这是我的责任 还说任何一个外交人员碰上这样的情况 都应该这样做 曾经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驻北京的记者博图斯在推文中说 对习近平斗争精神的拥护 意味着郑希元可能会因为他 脏手对付香港示威者而受到夸奖 和以往的几次记者会一样 在二十大新闻中心召开的第四场记者会 工作人员明显按照事先的安排 一一点出了提问的记者 在事先定位的摄像机的拍摄下 每个提问记者找着笔记念出了自己的提问 台上的官员则一一念出事先写好的书面回答 而且每项回答都充满了对习近平的歌功颂德 澳广记者博图斯评论说 这不是一场记者会 而是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显示 效忠习近平的一场活动 在一个多小时的记者会上 没有一位西方记者获得自由提问的机会 驻华多年的英国BBC记者麦迪文说 中国共产党输入了一帮友好的外国记者 在党代会表演式的记者会上 问出了一些事先准备好 以获得批准的问题 多年来假记者不断来到这里 但是现在他们还在限制 能够出席记者会的真正的驻华记者的人数 对于这场有关习近平领导下的外交政策的记者会 德国驻华记者克雷奇默发推文说 即使依照中共的标准 记者会也荒谬至极的脱离现实 带有中国计划经济特征的供销社 在销声匿迹数十年之后又重出江湖 中共官媒《湖北日报》17日披露 该省已经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1300多个 基本覆盖全省乡镇 评论认为这是计划经济来临的信号 报道指出 湖北省实施基层社恢复重建工程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截至2021年底 全省基层社总数达到了1373个 基层社社员有45.2万人 其中农民社员人数5年增长5倍多 由2016年5.15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33.3万人 报道引述35岁的供销社社员熊岗的话说 供销社成立让他找到组织了 再不用自己筹产筹销 熊岗的轻松受益于供销社的复活 在中共中央相关部门的指令下 中国从去年11月份起 加快了重建供销体系 据官媒介绍 供销社试点工作 从2021年7月正式开始 为期两年 计划选择几个省或直辖市 作为省级试点单位开展试点 随后全面普及 武汉网民蔡先生对自由亚洲表示 现代商品的销售渠道畅通 农贸市场超市 连锁店或者网上购物应有尽有 供销社的出现 让人想到计划经济时期 物资短缺的年代 莫非是政府缺钱 又要民众回到过去的年代 中共从2015年开始 悄悄地在农村恢复供销社 直到去年6月 中国供销合作总社 中央农办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等四个部门 联合出台了 关于开展生产 供销 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的指导意见 提出要初步构建起区域性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服务平台 之后各地政府将重建供销社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完成 加快恢复重建供销社 湖南时事评论人士李昂对自由亚洲说 几年前 当地政府已经在悄悄恢复供销社 从中央到各省一级政府都在恢复 没有公开 也没有挂牌 可能是要等到跟西方国家的关系彻底闹翻后 经济脱钩 重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 因为经济政策受到杯葛 刚上任六周的英国首相特拉斯宣布辞职 下周保守党将举行选举 继任者受到瞩目 10月20日 特拉斯宣布正式辞去保守党主席职务 他是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 特拉斯发推声明说 我在经济国际局势极度不稳定时期上任 英国家庭和企业都在担忧如何支付账单 普京在乌克兰发动的非法战争 威胁着我们英国的安全 而且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低迷 我们兑现了能源法案和削减国民保险的承诺 制定了一个低税收高增长的经济愿景 但我承认由于目前的形势 我无法兑现竞选保守党领袖时的承诺 因此我已通知国王陛下 我将辞去保守党领袖之务 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嘉龙向希望之声分析 特拉斯最大的问题是推减税 马上让英国公债价格大跌 因为减税显然会扩大政府赤字 增加公债发行 他说 公债发行多了 当然价格会跌 大家就现在赶快卖 结果造成英国公债价格崩盘 就是行情变坏 公债价格一跌以后 马上惹出新的金融危机出来 首相只好活生生把减税案吞回去 不得不修正嘛 不得不改 这个表示他对财政经济不懂 而且他用的人 他的财政部长显然也不对 减税是对有钱人有利的减税 所以老百姓的那个评价并不好 眼下的问题不好处理 最严重通膨两位数 这是头号大问题 9月6日特拉斯上任后 英国政府内阁实施大规模减税计划 以及巨额能源补贴政策 受到保守党内的巨大的压力 还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抨击 引发金融市场震荡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 经济专家谢田向希望之声分析 特拉斯的经济政策 比方减税政策 他好像并没有跟现在的内阁内部充分的沟通 他的财政部长在宣布减税策略方针时 他并不是非常的熟悉或知情 最后导致把财政部长也换掉了 他说 财政部长推出的那个减税政策 也不是普遍的 对全体英国人都适用 只选择性的 为一部分人 主要是高收入的人 减税 尤其在现在这种 很关键的时刻 像英镑贬值的非常严重 英国的债券 也被保守 整个经济 现在也比较至于危机的状态 通货膨胀 英国也超过了10% 特拉斯表示 下周保守党将举行选举 在选出继任者之前 他继续担任首相 谢田说 目前英国英镑 债券 通胀等 整个的经济形势都是问题 但坦率的讲 并不是特拉斯造成的 毕竟他只上任几个星期 做了一个短命的首相 目前首相继任者 必须立即应对政治危机 和经济动荡的双重挑战 英国眼下正迎来高通胀 以及低增长的滞胀困局 新领导人几乎肯定将面临一个漫长的冬天 预计实际工资将下降 工会可能举行一系列的罢工 许多选民要求选举 特拉斯辞职的消息发布以后 英镑上涨0.5%至1.1274美元 保守党将加速选择新的领袖 新党魁将继任英国首相 目前领跑者包括 前财政大臣苏纳克以及前国防大臣莫道特 新任财政大臣亨特已经将自己排除在外 19日晚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次跌破前期低点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盘中跌破7.27 一天之内下跌超过460个基点 创出近期的新低 澎湃新闻报道 更多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 近期对美元汇率接连跌破从7.23 一直到7.27的多个关口 10月19日盘中最低跌到7.2731 刷新了9月28日盘中7.2675的最低点 受疫情和美联储加息的影响 自8月15日起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下跌 9月28日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双双跌破7.2的关口 离岸人民币一度暴跌900点 跌破了7.26 中共央行当天警告称 不要赌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或贬值 久赌必输 消息发出后 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短暂回调 但是仍然双双破7.26 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陈松兴向大纪元表示 人民币也可能继续下跌 主要是它没有足够的底子 也就是没有经济实力支撑 中国2023年2024年陷入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大增 据美联储19日发布的经济贺皮书报告 受到通货膨胀恶化和升息的影响 以及商界对需求减弱的忧虑加深 企业对未来的前景越来越悲观 根据报告内容 美国经济活动在许多的领域已经呈现趋缓情势 升息 通胀和供应中断等因素 也导致需求放缓 美国目前的零售支出一直相对平稳 但民众在必需品上的花费持续增加 虽然现在供应链的中断有所缓解 让制造业普遍持稳 但企业因为对经济衰退的担心 已经做了准备 多家公司暂停招聘 其他公司则计划在商业状况 没有改善的情况下裁员 一家公司也注意到 广泛的裁员已经在进行中 另一方面由于供应链混乱问题 没有完全解决 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飞涨 以及中共为防范疫情的封城措施 导致全球生活成本升高 外界预计 11月的美联储政策会议将继续升息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中共的战狼已经在全世界臭名昭著了 在英国的本土上 本应该斯文的外交官们都敢公开的对不同的声音大打出手 那么在中国国内 官员们会怎么样对待老百姓 那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在记者会上 中共的战狼思维进一步的加强了 强调还要继续发扬斗争精神 要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中共这种占天斗地的思想 最终很可能会自己把自己斗倒的 那么关于今天的新闻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也希望您能捐款给希望之声媒体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李源 我们下次再见